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遇过和陌生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 又没有化疗的尴尬情况吗 似乎迎接而来的多事无止境的沉默 嗯 为何不和对方聊聊 才在雪地上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呢 或是 为什么垫幅梯边缘会有毛刷 或聊些让人兴奋的去闻去死 就像这些 树懒可说是世界上动作最慢的动物 而且不仅仅是它们的移动方式 这些总是昏昏欲睡的哺乳动物 有时需要一个月才能将一片叶子消化完毕 而且每个星期只上一次厕所 若与人类相比 依不同的食物种类 人类只需要12到48小时时间 就能够完成进食、消化及排泄等过程 当你食用辣椒后 口腔中的灼热感 其实是由一种特殊的化合物所引起的 它会欺骗你的感觉神经 让你以为自己被烫伤 有些小鸟和昆虫看世界就如在看慢动作 因为它们处理资讯的速度太快了 但在另一方面 对于某些大型动物来说 时间确实在飞时 因为它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所接受到的资讯 若你觉得猫爱打瞌睡 总是懒洋洋的 不知道你对五尾熊有何看法呢? 五尾熊这种有带类动物 每天会睡18到22个小时 它们多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消化所食用的高纤维食物 多睡午觉是补充能量的好方法 曾经因为听音乐而起吉皮疙瘩吗? 其实是你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 一种会让人感到愉悦的化学物质 你知道厨师戴的白色高帽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这种帽子也被称为厨师帽 帽子上的皱褶数量传统上是100个 代表着厨师的经验 例如他们会烹调的蛋料理的食谷数量 若你对猫过敏 但要知道猫也可能会对你过敏 但是猫对人过敏并不常发生 或症状不那么显著的原因是 你不会像猫一样掉那么多具刺激性的猫毛和皮屑 电梯在到达你所在的楼层时 会发出叮一声告诉你电梯来了 但若你仔细听 可能会注意到有些电梯发出的叮叮声有点不同 通常 叮一声代表电梯正往上升 而叮叮两声表示电梯正往下 大陆板块一直是以和指甲生长同样的速度在飘移 这也会引起如火山爆发和地震等板块活动 总而言之 构造板块每年会移动约5公分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 每当天气越冷 才在雪上所发出的嘎吱声就越大 这是由于雪本身会因为重量而被压缩 微小的冰力会彼此互相摩擦 当温度越低时 冰力之间的摩擦越大 嘎吱嘎吱的声响便会越大 嘿 小雪 你能小声点吗 谢谢 成年猫咪只会跟人类喵喵叫来交流 小猫咪也会对着妈妈喵喵叫 但成年猫咪之间却不会以这种方式来交流 科学家甚至发现 猫很会利用叫声来与人类交流 猫可以改变其叫声的音调 听起来就像是哭泣的婴儿 猫咪们很早就知道 通过这种方式 它们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和关注 寻鹿的眼睛在夏天是金黄色的 但到了冬天则会变成淡蓝色 如此的颜色改变能够改善动物的视力 因为这影响着光线通过视网膜反射的方式 垫幅梯上的毛刷并不是用来擦鞋子的 这其实是有安全上的重要考量 你看 当人们接近垫幅梯边缘时 其阶梯链条并会自动分开 在垫幅梯侧面和墙壁之间其实有缝隙存在 但其实不怎么明显的 若有东西 例如一件衣服卡进缝隙 则可能会卡在垫幅梯的马达和齿轮之间 这不仅会造成垫幅梯的损坏 卷进去的物品也不可幸免 垫幅梯上的毛刷 则能让你远离间隙 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当你的脚碰到毛刷 就会本能的移开了 仅仅移到了闪电的能量 便足以让烤面包机运作 8万4千分钟 可以烤将近10万片吐司 人在受到惊吓时会起鸡皮疙瘩 这其实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你必须看起来更恐怖才能下退猎捕者 每当起鸡皮疙瘩时 身上的细小毛发就会竖起 这能让你看起来更巨大 让对手害怕 嘿 这应该对我有作用 公鸡的叫声异常响亮 但问题是 若这样震耳欲容的声音 是从其汇中发出 怎么不会变成笼子呢 答案很简单 他们有天生的内剑耳塞 每当公鸡张开汇部 准备提叫时 其听觉通道就会自动关闭 不让任何声音传入 那有点不公平吧 是吧 当冰川融化时 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声音就像是开气水平时 发出的嘶嘶声 当冰山或冰川融化时 便会释放出数百万的微小气泡 这些气泡在巨大压力下 被困在冰层中 已经数个世纪之久 开气水平发出的声音很大 能让你在不用看到冰山的情况下 便能确定你还离冰山有多远 在前方10英里 最早的直升机 采用的是木质螺旋桨 当时玻璃纤维尚未被发明出来 木材是最好的材料 坚固轻便且耐用 2018年 科学家在北极采集了 300只冰冻的史前乳虫 当将这些乳虫解冻后 有两只苏醒了 它们开始移动 甚至是进食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其中一只已经有 三万两千年的历史 而另一只 则接近到四万两千年的历史 至今仍让人搞不清楚是如何活这么久的 狗比人能够辨识更多种气味 但是说到品尝东西时 毫无疑问的 则是人类完胜 因为人类有约九千多个味蕾 而狗国却只有1700个 顺带一提 狗可以识别出四种人类也有的味道 即甜苦酸和咸 但与大多数人类不同 它们并不爱吃带有咸味的食物 除此之外 狗似乎也不会挑食 太空中的太空人 每天必须锻炼至少两个小时 才能保持身体强壮 就像汗在地球上一样 它们在运动时也会出汗 但由于太空中会失肿 太空人的汗水并不会流到它们的皮肤上 这些汗水会形成咸咸的斑点 漂浮在四周并紧贴身体 你不喜欢我与你分享吗? 年轮不仅能告诉你一棵树的年龄 还能让你知道这棵树一生中 经历过哪些天气变化 若遇到干旱 年轮就会较薄 反之 当雨量充沛时 年轮就会较宽 许多猫咪蝉屎官 应该都对这个情况感到很熟悉 呼唤你的猫咪 但它却不理你 哈喽 菲利克斯 没错 你不是偏执狂 你的猫真的没在理你的 它其实知道你在叫它 但并不觉得有义务要理你 嘿 好样的 地球上不同地方 在任何时刻都会发生约 2000次雷暴 若算上整整一年 这个数字将超过1600万次 世界上有许多古怪又令人忧心的恐惧症 而身体右方物体恐惧症就是其中之一 患有这种恐惧症的人 常会被右侧的物体吓倒 身体右方物体恐惧症也可能是对惯用右手的极度恐惧 好吧 你无法捂着鼻子发出嗡嗡声 你可以试试看啊 也许可以发出些奇怪的声音 但却无法产生共鸣 嗡嗡作响 其实是因为 当你想发出嗡嗡声时 你只会发出M的声音 这是因为空气流过鼻腔时所产生的声音 当你捂上鼻子时 空气无法流通 不无法发出嗡嗡声 至少不会太久 这些话题都可以作为你的破冰利器 试试看吧 并在留言区留言 让我知道效果如何吧 若你今天有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麻烦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有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上一部或是下一部影片 然后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现在的麻烦给录骰